咖啡通常是生长在赤道围中心 南北围约25度之间的环状地带 最为适合栽种咖啡的区域 但并非在此区域都适合培育出好的树林 平均气温15-25度的温暖气候 平均年降雨量1500-2000mm 雨季时开花 干燥极为收获季正好符合咖啡成长的周期 而且还有肥沃的火山灰植土壤适合栽种 但是在台东出租地区有一位咖啡达人 用了生物科技结合了有机农业栽种 尤其是实在说我那时候 有七百年前我去环犁检查身体 老了嘛六十几年一年检查七百 去环犁检查 那个姨母说 大家说 青石欧子女的那个母母 我看六百年前就会烦恼的惊心 去环犁检查 好啊 我不要 古典我就要不要用农业 我就用吃鸡和吃草 陷鸡的治疗我就没有用那个控性素 再来就是朋友来吃这个咖啡 有的怎么吃这么这些 变素工的浪水 还要去心智 他们去我来研究 结合了生物科技 使得咖啡喝起来更加入喉 跟黄英雄大哥访谈过程当中 不难发现到他深入了解土地 少了些什么 他加了什么不断补充的地利 让他的咖啡有更多的微量元素 因为了解所以投入 有机农业可以保护整个环境 有好的生态 得以永续的内容跟发展 保护整个环境你我都有责任 有机农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很多东西 有什么会投入咖啡这个区块 因为我这个人家提起 我做农的就 吃草我就要做 没有吃农业的 没有油的 没有控性素 吃草我会给它倒变 刚才吃草我会给它两百块 看来六十块 我可以季节调整 没人说孝的 没有做农业 没有用抗争 我们没人相信 但是我现在生态平衡 或许你会经过一段阵痛期 但是雨过天晴后的成果是丰硕的 东台新闻部高一鸣的采访报导